來關注的是後任行政院長卓榮泰 今天是在公布各部會的政務次長副主委的人事名單 那其中原民會的政務副主委是由現任的政務副主委 古宗來留任 那另外一位則是現任原民會圖管處的處長 杜章梅莊來出任 畫面上看到的是原民會政務副主委 布農組的古宗 那他是臺大政治碩士 常年在高雄市原民會來擔任相關職務 那至於盧凱族的杜章梅莊 則是從基層的科員課長 再進入到原民會擔任處長 而這兩位政務副主委的資歷跟實務經驗 都是極為豐富